韓國人死我太高興了 就是賢踩踏的不夠多 幸災樂禍那是我沒數值 但我看韓國人自己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吧 他們自己韓國人不反思 你們這些微博聖人要我們反思 結果今天韓國那邊傳出 有四名中國人也在這場事故中上升了 這週末假期啊 開始陸陸續續有很多國家 很多城市都在慶祝這個萬聖節 那很多人都會變裝上街 當地的商家或是政府 也會舉辦這個相關的萬聖節活動 那當然台灣也不例外有這系列的活動 但昨天在南海的離泰院 發生了一件漢事 因為現場涌入了10萬多人 造成了踩踏、擠壓 導致許多人喘不過氣來 然後受傷啊 因此走的人高達了151多人 受傷80多名 希望這一個事情 可以警惕一下我們台灣的政府 或是台灣舉辦相關活動的這個商家 不管以後是什麼活動 只要這個人數 可能會很多有這個疑慮的話 那一定要做好這個人數的控管 現場也要有更齊全的救護設備 當然我們民眾自己也要去多了解 這方面的概念 那不出意外的話要發生意外 部分的小粉又開始在消費 跟謾罵韓國人了 帶大家來看一些截圖 這就是一場極為嚴重的踩踏事件 為什麼到了網友嘴裡就變成了死好呢 都是一條生命 盛裝出席萬聖節活動 到頭來撲失街頭 誰會想如此 希望各位嘴上積德 不要亂講 而不是在網路中胡說八道 左右逢源 這次事前 應該給韓國各部門一個相關的教訓 好這個貼文看起來非常正常 對嗎 但我們來看一下 小粉紅是怎麼回應這位中國網友 有意思嘛 裝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在那邊裝聖母啦 你其實也是很討厭韓國人 在那邊裝 結掰 其實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你勸勸在救護車旁邊 繼續蹦地嗨的韓國人吧 其實你這個要了解一下 那些人是不是可能喝醉 反思怪出現啦 博主說的好 博主說的對 鮮活的生命 現在我要餓死了 你打五百萬給我好嗎 如果你不給就是見死不救 偷換概念 絞死棍 有的人坐垃圾 你偏偏要把自己當成垃圾 人家說了什麼 你知道這是不對的 你也要學他們惡言相向 我只代表我自己沒辦法 幸災樂禍 那是我沒素質 但我看韓國人 自己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吧 在撲斯街頭的上海 擋舊物車 在那邊瘋狂跳舞 黑皮呢 不知道你在這邊瞎起什麼勁 別搞笑了 他們的救護人員在做CPR的時候 後面還一堆人在跳舞 我就是素質他 韓國人死的我太高興了 就是賢彩他的不夠多 山東加分 他們自己韓國人不反思 你們這些微博聖人要我們反思 理直氣壯的說自己沒素質 是挺可笑的 以為自己愛國愛的正義言辭是嗎 我想說的是啊 每個國家一定都會有這種酸民 歐美日韓有嘛 台灣也一堆這種嘛 我也常看到 當中國發生一些重大災難的時候 就在罵全體中國人啊 甚至直言 歇賀 西莫 我們都知道小粉紅在中國的比例很高 小粉紅想武統台灣 看不起歐美日韓 假使是天災的話 我們就不該亂嗆 是人禍的話 我們也不能罵自全體中國人 你要就針對特定的小粉紅 假使啦 有一個小粉紅在2019年的時候 罵香港人 歇賀 支持中國政府 我支持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了 如果他有發表類似這種 愛黨愛國的言論 結果2022年他自己被中共政府鐵拳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把他的截圖 前後去嘲笑他去酸他 我覺得這都沒關係 畢竟他自作自受 而你愛這個黨的時候 又去支持這個黨 要去侵害別人的權利 結果等到你自己權利被侵害的時候 我們出來散笑你 我覺得這很正常嘛 但最主要我們酸的點 還是針對中共政府 所以當我們有時候在笑這個 中國特色管理的時候 我們在笑的是中共的政策 以及支持特色管理的小粉紅 而不是在笑或是嘲諷那些 很不滿中國政府的 正常的中國人 然後他也不想捂動台灣 我們從來沒有笑那些人 反而我們跟他們是好朋友 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好嗎 甚至比你們錯怪我那些 老爸講你反中啊 可能我認識正常的中國人的數量 還比你多得很多了耶 所以反轉的事情就來了 剛剛看到小粉紅在痛罵韓國 這次發生的事情 結果今天韓國那邊傳出 有4名中國人 也在這場事故中上升了 也得到了中國外交部的證實 更是一度衝到微博的前三名熱搜啊 討論度高達了2億多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不要亂罵啦 好啦在結束這個萬聖節話題前 想問問大家 在這次的假期 或者是週一當天啊 你們會不會上街去裝扮 或者是去酒吧去KTV裝扮 那你們如果裝扮的話 你們通常會裝扮什麼角色 我有一個朋友他就跟我說 他想裝扮大白 在路上幫人家做核酸 然後他們會組一個隊 大白隊 我覺得蠻搞笑的啦 就看到敢不敢實踐承諾啦 而上海也有些小區在舉辦這個萬聖節活動 被告知不得扮演大白 或是各種政府相關人員 你只要扮演就被帶走 我們可以看這張圖 這個人把那個核酸工作站 被警察帶走 這是我上海的朋友分享給我啦 接著講這幾天 中國發生最大的新聞就是 富士康發生了萬人大逃亡的消息 在前幾天 YouTube推特上就一堆影片流出來了 那前幾天這些影片流出來的時候啊 中國媒體都還不報導 壓熱搜 但今天突然登上微博熱搜的前兩名 現在在微博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影片 很多人徒步走了幾百公里 因為這個特色管理的政策 許多大眾運輸都沒有開 我是不知道中共是不是故意讓你們這樣徒步 然後要這個演一場 共產黨紅軍兩萬五千里長征復刻版 我不知道啦 但看起來蠻像的嘛 稍微帶大家來看一些畫面喔 真的逃荒似的 非常非常的不堪 一個交錯的同仁 115公里 遇到關卡 勸返 繞路50公里 過了黃河大橋 走了一天一夜 給許多人堅定了信念 然後新鄉 華縣 安陽 洛陽 商丘 南陽 平頂山 陸續許多人都是徒步回家 最長的走了四天 你敢相信嗎 這是2022年了 居然上演大逃亡 他們躲避人群 也能保持距離 到自己的地區 提前報備 自費隔離 也要回家 這種痛 只有身在其中 才會感同身受吧 好像我在看以前那個 明朝的劇 或是清朝的劇 那些流民啊 難民啊 因為躲避戰亂 然後是被這個迫害 然後逃到別的省份 我看到這個我真的覺得 好難去評價啊 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 山窮水盡了 已經被逼到這樣子 可以走個幾天幾夜 然後吃的也沒多少 喝的也沒多少 可以這樣徒步這樣走 大家幾萬人寧願這樣子 也不出來去抗議富士康 或是去抗議當地的政府 跟這個中國共產黨他們說 你這個政策是害得我們 真的太誇張 我真的覺得 他們寧願讓自己身體 讓自己心理 飽受這樣的折磨 然後可能在那邊 也沒存到什麼錢 然後要把所有的錢 再拿去自費這個特色管理 然後再去走那麼長征的路 我真的覺得 身為一個台灣人很難去評價這個事情 但我只能說 自由民主是 真的是自己去爭取的 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你更不用想說 上位者獨裁者 他哪一天慈悲心發現 覺得我應該放權 我應該讓人民來監督我 這種事情真的不用想 反正民主自由的犧牲 一定是會流血 會流汗 因為你畢竟要把 這個讓你流血的獨裁者給推翻 所以你士兵會做出相對的犧牲 這個獨裁者越強 你要犧牲的代價就越大 你一天一天的讓他繼續獨裁 那你推翻他的成本只會越來越高 那沒關係 這個就你們自己決定 因為你們生活在那邊吧 多講下去 別人就會說 因為我不是生活在中國 所以怎麼樣 我都能理解 而我看到很多人到現在 都還是在罵富士康 而中共官媒一開始不敢報導 就是因為 不知道網民的風向會罵誰 怕炒作起來之後發現 大家在罵我共產黨怎麼辦 但是現在風向對了嘛 他就可以馬上讓這個 富士康上熱搜 為什麼一堆人逃走出逃逃往呢 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因為黨中央 因為習近平堅持的清零特色管理政策 這個在二十大說得清清楚楚 而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也是中國最近在新增的 永久特色管理點 所以特色管理這個 將以後在中國是一個常態化 以後也是你們的生活上必須支出的成本 我們正常人就什麼吃喝拉撒睡嘛 然後什麼網路費水電費 你們會多加一個必要的成本 叫做特色管理費且常態化 所以這樣的政策導致富士康沒有辦法 只能配合黨的政策 對嗎 讓大家都停工就地禁止 而富士康也被爆特色管理的條件很差 直接讓一些人去住一些 鄭州沒蓋好的爛尾樓啊 或者是這個要一餐沒一餐的嘛 所以很多人都自己出逃出去 而富士康當時卻說 這是不時的嚴重消息 我是覺得啦 這又分幾個層面 黨告知你這個富士康特色管理的時候 是很突然的告知嗎 如果是很突然的告知 我覺得你給出這樣的 可能有一餐沒一餐啊 然後讓大家都臨時找不到地方住啊 去住爛尾樓 我覺得這個情有可原嘛 因為你沒有給他時間去反應過來 你沒有時間給他去調度 但是富士康現在又說這個消息是不時 那我覺得就很好笑 我覺得你是被共產黨衝康了啦 你只是一個氣子哦 不少中國網友還發出疑問說 富士康到底怎麼了 咱們央視新聞啊 人民日報28號的時候 報導河南新增的這個24例 是無症狀的啊 那工廠內都沒有這個羊啊 富士康會亂成一團呢 富士康會讓萬人出逃呢 欸你們問出這種話 真的是天真浪漫可愛知道嗎 你們信央視報導啊 你們這一步就錯了嘛 所以你們下面的判斷當然錯了嘛 你用邏輯去想像 一個新聞 它是由共產黨控制的黨媒 然後他們的宗旨是 維護黨的領導 黨媒信黨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嘛 你去信他這樣的一個東西 他就是嘴巴講 另外一個富士康他是有影片 他是有圖片 萬人出逃啊 然後裡面那個條件 那個都是真真實實的影片 然後你說哦為什麼 央視跟這個不一樣 我應該相信誰 我相信央視好了 吼 富士康是聽誰的命令 聽黨的命令嘛 這個央視又跟大家說沒事 富士康也出來說沒事 結果富士康現在被衝康 共產黨說他會派調查組去 哦你們 富士康可能有說謊的疑慮 我要去調查你們 那這樣網民是不是把風向說 哦就是你富士康不配合 然後就是你富士康的錯 所以你說哪個是事實嘛 弄一點頭腦去想嘛 最可笑的就是 這明明都是中共特色管理政策造成的 而大家都只會罵富士康 你要人家服從你的指令 然後人家配合你官方給他的話去說 突然被說特色管理就特色管理 結果你現在出來把鍋甩給富士康 我就問嘛 新疆西藏至今都還是特色管理 什麼藍州西寧部分的區域也都是這樣 你怎麼不讓他們上熱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我會派工作調查小組過去 你別鬧了啦 因為富士康是台資嘛 郭台銘是台灣人嘛 雖然你們口口聲聲都說 我們都是中國人 但你們心裡自己不清楚不明白嘛 你們心裡狀態從來沒有把台灣人 當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你們在政策上從來也沒有把台灣人 當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都歸在外國人的模式 而那麼剛好都是資本家的錯 達到走私派出任何事情都甩鍋給資本 這就是中國社會的主旋律 今天要是台灣政府給你們搞成這樣啊 讓你們台灣廠都這樣 亂特色管理亂停工 幾萬人出逃 逃幾百公里去屏東啊 去南投啊去花蓮啊隨便啊 然後走在高速公路上啊 走在那個鄉間小路上這樣亂走 也沒有車接駁他們 我看你出不出來開記者會罵爆民進黨 罵爆蔡英文 你絕對會 而且不只你會罵 大家都會罵 連我都會罵對不對 當初還說要選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你連自己工廠都保不住了 你連自己工廠權益受損了 你都還聽共產黨的 你說你當中華民國怎麼保住台銅金嗎 怎麼保住台灣 很欠盡你沒出來選啊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報復權利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的內容